这里是广州市海珠区 大房村 上冲公园 想要是找工作的人 好多人 现在生意比较差 生意比较差 想要是找工作的人 现在是出房道 把人家说 都坐在那里休息 人家中间走走走 想要是找工作 今天好钱不好 打工不好找 打工不好找 把一条街全都走走 你看从这里看上去一街了 看不到头全都是走不错的 今年这个房钱是怎么回事 刚开年才一个月才一个南产 都没有收入 都在这里 人家不装接了 太难了 一个湖南90后 在佛山做衣服13年了 今年是开这一场加工厂11年 这一场你的辛酸 我想只有开这一场都能等 工人都不等 工人还以为你挣了他们很多辛苦钱 像我们这种400别方的小型家工厂开始 能做这么多年 纯属不容易 前几年一直都是去公司接订单 回来生产 也有很忙的时候 要到晚上一两点才下班 那个时候连生孩子 都要赶紧的提前 把工厂里面的样板 和给公司的版都做好 因为是孩子要做月子 要一个月 没有人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订单的利润并不是好 如果我们这种小工厂 这也请人 那也请人 我们想估计都倒闭了 因为身边有这些例子 是我们自己都在坚持着 后来因为口罩三年 公司的订单就没有去接了 而且公司到目前还欠我几万都没有给我 问不到 都是找你的理由给唐塞回来 这三年就踏踏实实的 给人家做个加工 利润确实很少 基本是以毛的单位来算 有时候真的是保稳 有时候我老公朋友 叫他帮忙去搞装修 我也让他去 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为了挣钱 如果工厂真的挣钱 你觉得我会不停的拍抖影 想来卖服装吗 我会让我老公这么辛苦 还去搞装修吗 其实开支一场 老板们过得还不如工人 年底了工人辛苦了一年下来的荷包 满满都是钱 老板辛苦下来 满满都是累 荷包里各种青山 还是空空的 我朋友的服装厂倒闭了 他给我打电话在手势裤子的 他说苦苦支撑了两年 贷款带了将近三百个W 最后工厂还是要被逼着关门 当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他都不知道今年的这个年 他还要怎么过 今年做生意真心是不好做 尤其是服装厂内卷特别的严重 原材料上涨 人工工资也涨了 但是利润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很多做服装的那些中间那里上的 都不来拿货了 现在专门去拿那些签仓的围款 润金卖的那种 我朋友家做的那个衣服的料子的话是新的 产品衣 样衣 质量都很好 但是的话没有人收也没有人卖 成本高 如果润金卖的话 那真的是亏的太多了 他扛不住 员工工资也欠了几个月了 没有发 现在是被逼着关了门 从来都没有想过 熬过了前面的第一年 却败在了今年这一年 真的是苦苦织生支撑不住了 他说车子都已经拿去低调了 就剩下房子了 现在的话呢 还欠着三百万的债 很有可能就像我一样 连那个房都要保不住 家里的话呢 有两个孩子 一个上大学 一个上初中 学费都很高 私立学校一年都要七八万 他呢对孩子的要求也高 低的学校不敢让他去 现在就是要转校也不好转 所以今年的日子他觉得好艰难 越南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 咱们国内的订单却只排到了明天 苹果iPad已经开始在越南生产了 而这些越南的工厂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当前制造业的情况呢 大家也都知道 工厂招人表上卡 年龄卡 学历卡 户籍卡 民主卡 甚至开始卡地域 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 实际情况呢就是没有订单 工厂用不了那么多人 大业的人口呢越来越多 企业自然是要挑一些年轻肯干的 肯定是 五味杂成啊 心里 不好受 大车间 换成了小车间 大厂房换成了小厂房 最终折腾来折腾去 还是这么一个 最终还是倒闭的一个状态啊 还有这么四台大型的电脑刺锈机 原计划呢就是四台十二半 留给我们当地的这个同行企业 但是大家呢就是说没有这个说要也没说不要 反正就在耗着呢啊 然后昨天呢我们同事联系了就是广州那边收这个二手设备的 然后四台是给十五万 然后这两天呢总被拿走了 港区一夜凋零 就短短几天时间 为什么这边从原来的人山人海忽然间变成门可罗雀 大家好我是赤大白鹅 这个今天来港区富士康管理离职手续 这个现在在卧金商业间 这边基本上没什么人哈 因为前面大批量的这个富士康员工都已经离职了 所以现在这边也没有人人气 所以很多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包括这些服装啊 首饰以及餐饮 基本上上午这块你看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顾客光临 所以现在这边这个情况完全就是依靠之前的这些二十万的富士康员工带动 二十万的富士康员工能带动周围一百万的消费群体 但是现在因为前面的员工已经走完了 然后现在这个街上冷冷清清 也没有啥人